2比0领先 我们来看双方第三盘的较量 当乒乓球正式的纳入比赛项目 在这一届军会当中一共是有7项 中国队曾经和朝鲜队是同分在A组 当时也是有过一次说整场比赛打满了15局 这一支八一团团在第十 过来 走 这一球会所降低 快点 快点 可是 这球陆先生发得不错 还是退台了 哦 漂亮 机会 两个反手机场 站第一局有点可惜 间隙稍微有些长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快点 dannel tv c t rå 热 sensory 对周凯其实 最后回摆的这一下 两个人的前两局比赛 其实回合打的并不多 主要还是这种前三板的争夺 出来 快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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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站 没错 快离 快离 准备 出来 非常强势 陆星成发球占到了 他的正手半台 出来 十一比十 可以说这一局有惊无惊 稍微低一些 出力 主要 出力 出 咬住 周凯目前连丢三分 主要还是在揭发球的环节 来揭发球这一端的问题 这是一个神仙球 虽然陆咸诚下了很重的砂板 但是这个球的落点被周凯准备到了 防了一个精彩的回头 连锥三分之后 这个时候 机会 9比10 侧身这一板给陆咸诚的威胁不够 找好开局 快点 这是个意外球 团队决赛 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 一号主力樊振东 二号主力周宇 周凯呢 三号主力队 好罚球 好 好 好 还是反击旋转 又偷袭了一个反手机场 这样是一笔 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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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对于周卡来说主要还是接好发球 在发的这个钩子发球而这一局发的比较少 准备 换到正手半台发球 陆贤城拿到本盘比赛的盘点 3比2 陆贤城为朝鲜队扳回一盘 那么现在在男团决赛当中呢 中国队是和朝鲜队打成2比1 好 多别人 我就知道